這是清代鳳蝶 那這只是一個異象 可是我們看看異象背後 來我們過來看看我們的異象背後 這一陣都沒有下雨對不對 我們到處都乾 像這樣你看 可是我們看到這山坡山 還是一間綠洋人對不對 都是很漂亮的綠對不對 都是黃金蛤 可是黃金蛤是一個到底的外來植物 是一個入侵的環境 在我們來講它是一個強勢的物件 你看它整個地被全部蓋滿了以後 我們原來自己家的植物全部長不起來 但是因為它耐旱 你看它佔了整片的山坡 等到下一陣雨來的時候 它有時候跑最快的人 我們記得原生環境弱非常多 這個只是你們家裡面種的盆景 不小心溢出來的 已經溢成一片山坡 那更可怕的是你看 這棵构樹對不對 你看底下的黃金殼 它可以從這麼小片的葉子 一一枝變到這麼大片的葉子 當它爬到最上面的時候 蓋住我們的构樹 构樹會營養 受不到陽光 最後就 挖 那這棵樹倒了以後 當然它要跟這棵樹重新開始比起 這棵樹要再拼 這自然環境一直不斷的掩棄 那如果沒有它們呢 我們會好多的 因為它們是引進來的強勢物種 會比我們還 就是本來就是很強的 把它引進來我們的那個環境 結果它造成這麼樣的一個傷害 原生植物的地背 全部被它一片蓋 所以我們自己在摘植物的時候 特別小心 因為沒什麼很漂亮 那我不養了 往公園裡面 很多人都不養了 花盆往公園裡面一丟 反正有人幫我照顧 可是當那個照顧的人又不知道 就把它隨便把它撞在那裡的時候 就是今天看到的信